弟子在礼拜观世音菩萨 求其的过程当中 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 严格略极 但在梦中还会邪音 请问师父 这是否性根不清净 对求其修行是否有影响 很大的影响 你求求不得 我肯定地告诉你 为什么呢 你的心不是真心 对佛菩萨求 一定是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菩提心里面 这三个你要能做到 你才有感应 你不真诚 你还有妄念 梦中有些人是妄念 你有妄念 你心不清净 你心不平 所以你不会有感应 你要怎样才能修感应 你应该要明了 你能落实弟子规 你能落实感应品 能落实时尚业 你再去求就有感应 这三种东西你做不到 不会有感应 这个道理要懂啊 如是道这三个根 是我们修行根本的根本 做人的根本 修行的根本 人都做不好 跟佛菩萨如何能起感应到脚 佛师门中有求我必应 我出学佛的时候 老师教我的 为什么有求不应呢 老师说 自己有业障 必须修忏悔 消除自己业障 感应就先进了 那怎样忏悔呢 老师告诉我 忏悔不在心事 在失智 失智是什么 后不再糟 不可以说 今天做了所有事情 晚上佛菩萨明星就忏悔 明天还照干 就一点用都没有 真正忏悔 是后不再糟 那个才能起感应的作用 所以你就晓得 落实三个根的修行 那叫根本的修法 没有这三个根 搞什么都不能拯救 为什么没有根呢 像这植物一样 那是花瓶里面的花朵 没有根 它不会长成树的 纵然好看 时间很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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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